北京科技大学来华留学教育经历了63年的发展 已经做好了迎接留学生的准备 我是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生中心主任赵丽英 北京科技大学是中国首批接受留学生的院校之一 从1954年至今 先后接受了来自150多个国家的7000多名留学生来校学习和进修 目前我们有117个国家的900名留学生 分布在13个学院的64个人专业中学习 其中部分专业是英文授课专业 学习层次涵盖了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、语言生和进修生等各个类别 北京科技大学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高校 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奖学金资助体系 包括中国政府奖学金、北京市政府奖学金和北京科技大学自己设立的校长奖学金 优秀留学生奖学金和优秀留学生干部奖学金 北京科技大学每年为留学生朋友们组织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 比如走进知名企业、组织中华文化体验活动、组织文体活动、其中是国际文化节和新年招待会深受学生朋友们的喜欢 北京科技大学的观点 我不太期待了 我只是想要去哪一家 但我真的感到在中国 我真的感到很喜欢中国 我认识到最后一季 我认识到中国也想要去哪一家 中国是非常有魅力的国家 我认识到最好 大家可以学习中国 但我认识到中国 在北京的生活是很棒的 我最主要是在这里面的问题 我认识是很棒的 他们都尊重了 我认为这些学校担担我们非常好 我们有些活动的节奏 我们可以享受一些演奏的表演 我们遇见了一个大壁 所以那是好 这些固域是非常好 我喜欢它 我认为这些学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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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为这是很完美的学校 但是我认为那些学校 我认为这些学校 如何的学校 例如,我讀了,我讀了,我讀了,这些是贵的,但外面,我讀了,我讀了,这些是一件事 也可能是这里,我讀了更多的学生,我讀了,我讀了,我讀了,所有的学生都会在这里 我和我一位教育的学生 我和我一位教育的学生 在我的教育中 在我的教育中 我认为人这是很高兴的 我认为是很高兴的 我认为他们的朋友 我认为自己的教育 我认为自己的教育 也认为自己的教育 他们都在教育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